连续假期花莲鲤鱼鱼潭涌入了许多的游客 目前花东重管处也正在进行 潭北清水设施以及潭西步道的整修 花东重谷管理处就表示 修缮工程将会在6月底之前完成 也希望能够提供游客一个舒适清水空间 也能够提供游客安全更美好的旅游环境 旅游除了放松心情之外 更重要的是设施的安全性 花东重谷管理处正在进行花莲鲤鱼潭 潭北码头的设施改善工程 同时也进行了潭西步道的整修 中管处长即表示 清水设施的改善为游客的旅游服务 提供更安全的设施 众谷处在这一两年也做了一些水岸设施的改正 那预计在今年的这个五六月就会完成 那因为现在除了国境解封 那我们的一些防疫也陆续的松拔 所以未来这个水域游戏活动应该会更蓬勃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来能够安全 然后环境很好 当地居民也相当期待持续进行相关清水设施的改善计划 才能够不断的吸引游客前来 为旅游景点的评价加分 这个步道在六月份以前要完工 所以我想完工之后呢 游客会更多到鲤鱼潭来玩的会更多 花蓮鲤鱼潭不仅有历史的厚度 还有人文的温度 中管处持续打造新形态的观光码头 以多元营运场域 营造高质感的观光旅游体验 将持续成为花蓮北区油气新人气指标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不到